《狮子之痛》作为影视剧中的一大常见桥段 常常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演员之间的差距 有人把戏演出了质感 让人心疼无比 自然也有人把戏变成了笑话 让人无奈叹息 那么他们之间的落差究竟能有多大呢 这里是《侠谈与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演员们在狮子戏份上的不同表现吧 都说在近年来的古装剧里 把《狮子之痛》演成经典的有三人 三人三色 个个都称得起实力派一说 第一位是《沿袭攻略》里的秦岚 在这部由吴景岩领先主演的爽剧中 秦岚版的《复查荣英》 风头丝毫不输女主角魏英洛 作为一国之母 她放弃了原有的自由 就此成为了重担在间的隐忍皇后 但这份温婉淡薄不争事事的心性 却并没有为她带来平静的生活 最终在飞瓶的设计下 她痛失了爱子永宗 为了刻画出龙英的情绪转变 秦岚在表演时选择了先低语哭诉 后撕心裂肺的方法 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眼神都隐含着 不想承认到不得不面对的内核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段极度考验爆发力的对手戏中 饰演皇帝的念缘也加了不少分 两人一来一回把纠结和痛心演绎的恰到好处 也让角色的宿命感变得更为强烈 令观众看了不由得瞬间鼻酸 你也没有答案 是吗 第二位是甄嬛传里的孙力 虽然这部剧把人物群像做到了极致 让每个角色都显得格外鲜活 但无可否认的是 孙力饰演的甄嬛依旧是不少人心目中的最佳代表 在黑化为扭咕噜甄嬛前 她无非是个单纯懵懂的少女 但后宫步步为营 争斗在所难免 有孕的甄嬛自然成了华妃的眼中钉 为了刁难她 华妃故意以迟到为借口 惩罚她在烈日下跪着读书 最终甄嬛因体力不支而晕倒 失去了腹中的胎儿 等再度清醒后 皇帝的一具安慰更是彻底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 不得不说 全力用一秒含泪 让无数观众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演技 再配上陈建斌的神助攻 教科书级别的名场面就此诞生 后来她又从爆发模式切换到了暗自神伤状态 用幻散不定的眼神和虚弱的声音 展现出了那种仿佛失去全世界的无力感 第三位是如意传里的周迅 都说周迅出品必属精品 即便这部剧本身节奏拖沓 剧情拉垮 周迅依旧稳定发挥出了标志性的灵气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片中有一段戏是五公主遭人陷害而往后 如意默默地整理一物 虽然剧情简单 但周迅的表演却不简单 尤其是那句带有哭腔的台词 立刻就能让人感受到他骨子里的悲伤 后来十三阿哥被奸人所害 如意再度遭遇丧子之痛 怀戴着极度绝望的情绪 周迅一秒投入到暴哭模式 把所有的委屈建议术表达 偏偏这时皇帝还来落井下石 说是如意克了自己的孩子 于是从伤心到失望 周迅只用一滴泪 就把这种情绪转折 展现在了观众眼前 让人倍感心疼 除此之外 该剧里饰演狼化一决的董杰 也获得了不少演技好评 比如那段得知自己孩子生病 却无能为力的表演 令不少人都产生了共鸣 后来狼化跪在店外陪孩子 却不料噩耗传来 进一瞬他最后的信念 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而董杰的眼眶 也在这一瞬间里 侵满了热泪 如果说董杰是在沉默式悲痛中 推升了观众的共情力 那么何鸣山就是靠爆发式嘶吼 让大家产生了代入感 剧中他所饰演的白瑞基 满怀憧憬地等待孩子出生 没想到面还没见着 就被告知孩子已经没了 于是他又震惊又气愤 伴随着一声质问 把揪心气氛回向了高潮 或许是因为太过入戏 后来何鸣山在采访中 谈到这一幕时 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还坦言自己当时 其实整个人都处于崩溃状态 另一位青涩却惊艳的 则是刘诗诗 2011年一部不顾惊心 让未满24岁的刘诗诗 成为了心境小花 虽说是第一次担任大女主 但刘诗诗依旧保持了演技在线 甚至还留下了不少经典镜头 比如他所饰演的若曦 最后依靠在十四阿哥的怀里 慢慢闭上了眼睛 木兰花落 音乐升起 催泪名场面就此诞生 在此之前 若曦失去孩子的那段戏 也是可圈可点 原本还强忍着悲痛的她 在皇帝的一个拥抱下 就彻底绷不住了 便像个孩子一样 委屈地哭了起来 全身都营造着那种 又脆弱又无力的感觉 等稍微稳定情绪后 她又开始发挥小天使本质 安慰皇帝 同时也劝解自己 两人深情互忘 眼神里全是话语 也难怪有不少网友都表示 刘诗诗和吴奇隆 不愧是荧幕CAP中的一大代表 看到这种你来我往的配合 分分钟就能理解 他们为什么能 隐戏生情了 当然 古装剧里人才辈出 现代剧也不乏优秀代表 陈俏恩就是其中一位 在台湾偶像剧收视冠军 命中注定我爱你里 她凭借自然成熟的演技 把陈欣怡这个角色 变成了自己的个人标签 也让这部作品成为了 无数人心目中的 必刷宝藏剧 虽然这部剧 从故事情节方面看 集结了逆袭车祸 多角恋的各种元素 略带一丝狗血 但好在演员们 用神奇的化学反应 撑起了剧情 也撑起了口碑 尤其是片中的那段车祸戏粉 堪称神级虐心现场 当时因为一场误会 陈欣怡失魂落魄地跑出来 一心想着躲避寄存锡 没想到在过马路时 意外撞上了 急驰而来的车子 一段回忆杀过后 观众的眼泪 已经和大雨一样磅沃 但导演并没有就此收手 接着送上一段 令人哭到头痛的前自信 等在睁眼时 陈巧恩便启动了 炸裂式表演 无论是赵宏的眼眶 委屈的哭腔 还是撕心裂肺的呐喊 都狠狠戳中了 观众的泪点 我的手还没有了 对不对 没有了 说完优秀模板 自然就该轮到那些 尴尬派了 第一个就是 五妹娘传奇里的范冰冰 她在剧中饰演的是 大众耳熟能详的 物则天 但苦于演技不佳 硬是把这个复杂的人物 演成了单一的花瓶 最后只能靠 孵化道作为噱头 夸赞这部 自导自演的作品 可观众显然 不吃这一套 于是范冰冰的演技 便成为了 一大公认槽点 就拿她演的 这段丧子戏份来说 不见半分细节 唯有瞪眼贯穿全程 再加上 过于激烈的 喊叫和抽动 一时间 不少观众都误以为 自己看的不是古装戏 而是惊悚片 当然她并不是第一个演武则天翻车的 前面还有个刘岳飞 在电视剧《太平公主觅食》里 她演起武则天来 可谓是标准的思不像 要演技没演技 要气质没气质 一碰上失去孩子 这种极度考验爆发力的戏份 更是瞄现原形 比如堵物撕人的时候 眼泪煽情不成 反倒翻成了把眼 最后只能匆匆低头 试图掩盖自己 无法窥出来的真相 让人忍不住想对她说一句 实在不行 就去问隔壁的安德拉贝比 借点眼药水吧 当然能借的也只有眼药水了 毕竟baby的演技 同样令人不敢恭维 还记得《大汉情缘》之《云中歌》里 那段离谱的狮子戏份 曾给多少人带来了心理阴影 当时她所饰演的云歌 被心爱之人 亲手毁掉了最后的希望 原本这一桥段 应该重斥着令人惋惜的氛围 但编剧硬是加了个 莫名其妙的摸衣服动作 看得观众一边满头雾水 一边大惊失色 更糟糕的是 剧情已经足够之类 偏偏baby还不省心 一段戏演下来 没能传达出半点感人 这让人记住了 她那无比强势的 扎睫毛和粗眼线 至于表情管理这种东西 更是早已被她忘得 一干二净 同样是遭遇了狮子之痛 惊世皇妃中的林心如 则更偏向于写实派 崩溃 贪软 一样不辣 只可惜在瞪眼时 没控制好力度 多了点浮夸成分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 看着她此刻瞪大双眼的模样 一不小心就跳戏到了 环珠格格里 自危失明时的景象 杨超越的真实感就更强烈了 毕竟在拍《长安诺》里的狮子戏份时 她曾哭到气不成声 久久没能出戏 只不过动情是真的 演技差也是真的 尤其是花絮里那段原声哭腔 听的人舒适想笑 当然有部分网友急着为她找补 表示她年仅二十 经验不足 那么不妨看看 当年16岁的舒畅 是怎么诠释着同一角色的 我的孩子 你怎么死色了 无论如何 在《狮子之痛》这一设定下 贡献出优质表演的 上游人在 反之某些演员 过度拉垮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其拿天赋经验当作折修布 为自己辩驳 不如靠真心诚意来修炼演技 用实力说话 虾米江们 你们觉得哪位演员的 《狮子之痛》表现得最好呢 你们还知道 谁也在这类戏份上 展现了不俗的演技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